来看到这是台中市对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明年1月9号就要投票了 国民党参选人严宽恒今天登记 而面对资深媒体人周玉寇爆料 严宽恒也再次的做出了回应 强调自己是道地的杀戮人 而对于这些不实的指控还有抹黑 不排除会采取法律的途径 一早9点前立委严宽恒在助理的陪同下 前往台中市选局委员会 登记参选中二选区立委补选 那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自己来登记 那这也是一个必要的程序 那我想说尽量简单就好 不要麻烦到太多人 没有党内大扰陪同严宽恒说 不想麻烦太多人 而对于资深媒体人周玉寇爆料 指他住在台中西齐豪宅 严宽恒也再次喊话说 自己是道地的杀戮人 说过了国高中的时候住在台中 国高中毕业之后就回到沙路 2019年是儿子结婚 我已经住在沙路了 2014年是小朋友还在念国高中的时候 我的儿子高中二年级 2014年是女儿结婚 严宽恒强调面对海线相亲的指责 还有所有的批评他都会接受 但对于不实的抹黑跟造谣 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 另外外界选举赌盘看好绿营参选人 林静怡胜出 他说选举应该交由海线相亲来决定 2019年2014年 请他自己查证清楚 做不实的指控 这是爆料大乌龙 台中市海线囤区的选举 不应该交给赌盘 是要交给海线囤区的相亲 选战进入倒数战火越演越烈 蓝绿双方都想在明年 抢下中二选区这一个席次